今天,我们将带您踏上一段惊心动魄的经济之旅。 想象一下,在一个1.67万人争夺一个岗位的世界里,你会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 而就在人们挤破头争强铁饭碗的同时,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高铁,却悄然停运了多个班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预示着更大的经济风暴即将来临? 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计划似乎也遇到了麻烦。 300亿元的投资为何突然搁浅?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与此同时,一场跨国专利争夺战正在上演。 当韩国企业首次将中国企业告上法庭,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科技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最后,就在深夜时分,曾经的地产巨头恒大突然发布公告。 这个曾经让无数人为之疯狂的房地产帝国,如今又将何去何从?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迷雾,探索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正经热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10月26日,星期六。 我是李小宇。精彩内容不要错过。 请现在就订阅,按下小铃铛,选全部。 您准备好了吗? 那就让我们开始这段惊险刺激的旅程吧。 300亿元投资不到位,中国风潮能源德国两工厂停建。 本周四,10月24日,中国财新网报道称,多名市场人士证实, 风潮能源在德国投建的两家电池工厂项目已停止建设和时复工,暂无时间表。 这是又一家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企业的出海征程,遭遇重挫。 少数两家在德国投建工厂,一家位于德国塞尔州,是电池模组和装配工厂, 于2020年11月宣布规划,预期2024年中竣工,总投资21欧元。 另一家位于德国波兰登堡州,是电芯制造工厂, 于2022年9月正式对外宣布,原计划2025年投产,今年年终已暂停建设。 财新的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华称, 风潮的欧洲工厂要建成,先期需要支出共计300亿元投资。 这个投资量对风潮这样体量的锂电企业来说过大了。 风潮能源全名为风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8年,是中国一家专业的锂离子电池系统提供商。 该公司生产的动力电池出货量目前在国内动力电池厂商中排名第七。 资料显示2019年,风潮能源有99.86%的收入来自长城汽车, 直至2022年上半年,风潮能源仍有超过56%的业绩来自于长城汽车, 但最近三年,风潮能源的财务状况一直不容乐观。 风潮能源2022年11月递交的IPO招股书中披露, 从2019年至2022年的四年中,该公司累计亏损约44.37亿元。 警钟已经敲响,中国核心城市高铁多班次停运。 日前,高铁温州北站发布公告称, 往返温州北站与杭州西站之间的石班列车班次将停运至12月21日, 停运原因以及12月21日以后是否会恢复运行, 暂且不得而知,杭温高铁于今年9月6日开通, 连接杭州和温州,杭州是浙江省会, 温州也是浙江的GDP第三城市, 常驻人口逼近千万。 这条连接线路,按说北英市省内乃至 长三角高铁网络中客流量繁忙的线路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 杭温高铁建设前后历史长达7年半, 于2024年9月6日开始运营, 线路全程260公里, 是浙江省内唯一按照时速350公里运营的高铁。 杭州与温州之间已有高铁互通, 但此前缺少直连线路, 需绕行宁波或金华, 通勤时间超过两小时, 而杭温高铁作为时速350公里的直连线路, 将两地的通勤时间大幅缩减至一个半小时左右。 据报道, 杭温高铁在开通运营初期, 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到38列, 公咒号冰川思想号通过12306查询。 在多趟车次停运之后, 10月25日杭州西前往温州北的列车, 只剩9趟, 温州北前往杭州西则还剩11趟, 车次数量比高峰时期明显减少, 官方没有给出停运的原因, 但从相关客流数据, 可以管中溃报, 开通运营首月, 沿线车站30天, 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2万人次, 等于一天运送2.4万人次左右。 从博主楼市温州拍摄的温州北站照片看, 站内确实比较空旷冷清, 和温州南站对比鲜明。 航温高铁比较特殊, 它是航台高铁之后国内第二条民营控股的高铁线路, 这意味着对客流量的变化敏感度更高, 所以综合来看, 客流量未能达到预期水平, 很可能是导致停运的关键因素之一。 多趟车次的停运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高铁线路和站点不是只要建设完成, 就能自动吸引客流量和人气。 深夜恒大发公告, 在亏损加剧和负面缠身之下, 恒大汽车的引战最终黄了。 10月25日深夜, 中国恒大和恒大汽车双声发布公告, 截获钱贷卖方的通知, 已决定停止与钱贷买方有关钱贷股份转让的所有讨论, 并已决定不继续进行钱贷股份转让, 这意味着筹划约5个月的恒大汽车引战动作宣告结束。 此前,恒大集团等潜在卖方打算转让绝大多数股份, 从而获得资金支持。 在恒大汽车引战过程中, 恒大汽车负面消息频频爆出。 在业绩方面, 恒大汽车今年上半年净亏损202.56亿元, 相比于去年同期亏损扩大超百亿元。 同时,今年8月2日, 相关地方人民法院就恒大汽车相关附属公司破产, 从整进行听证。 相关地方人民法院裁定, 其相关附属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就在恒大汽车引战开始至终止的这5个月中。 除了股东方、中国恒大, 恒大汽车自身也负面消息不断, 可以直接打击相关买方的信心。 在业绩方面, 恒大汽车今年亏损加剧。 恒大汽车财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3838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1.54亿元减少了75.17%, 收入减少主要由于恒池物销售减少, 上半年恒大汽车净亏损202.56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68.73亿元, 扩大133.83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恒大汽车上半年亏损, 也远超2023年, 全年亏损额119.95亿元。 电池专利技术被盗, 韩企首次向法院起诉中企, 韩企LG化学日前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诉诉, 起诉中国融摆科技的韩国子公司在世能源, 剽窃其充电电池正级材料技术, 法院已接受了LG化学的证据保护申请, 对在世能源工厂实施了相关程序, 这是韩企首次在电动汽车专用大型电池专利技术上对中企的诉讼。 据韩国业界10月23日透露, LG化学表示, 通过分析融摆科技的正级材料样品, 确认自己的多项专利被盗。 分析结果证明, 融摆科技擅自使用LG化学的NCM正级材料技术专利, 通过在世能源生产和销售产品, 正级材料约占电池生产成本的40%, 是决定电池寿命的核心材料。 LG化学于2006年在世界上首次批量生产NCM正级材料, 目前在世界拥有超过1300项正级材料专利。 融摆科技是中国最大的车用高性能正级材料高涅NCM生产企业, 为了享受美国通照削减法案所规定税收抵灭, 融摆科技绕过电池进口限制, 在韩国成立了此公司, 在世能源。 中国考公务员人数再创新高, 限1.67万人争议岗位, 2025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 报名人数高达325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引人关注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 及以下职位招录一人, 竟有16702人报名。 此前公布的2023国考公告显示, 今年招录39721人, 只比去年增加了160人。 2020年到2025年, 国考招录人数依次约为2.41万、 2.57万、3.12万、3.71万、3.96万、3.97万, 可以看出本次招录人数增长幅度远不及往年。 标签为国考游岗位竞争比高达16702比1的话题, 引发网络热议什么世道, 起破头的考公务员无语, 真的是非常畸形的社会, 这盛世连要萝卜都得打架。 感谢大家的观看,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对我们非常重要, 这将有助于油管将这些真相视频推荐给更多人, 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 挫败那些试图剥夺我们知情权的黑手, 让我们一起获取关键信息, 做出智慧选择。 另外,别忘了查看我们今天的副频道内容, 点击视频右上角即可观看完整内容。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设了新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